出身低加上移民潮,本港式零學童人口持續下降,預計今年少一學童有5萬7千人,但到2029年跌到只有5萬人,中一學生就由7萬1千跌到只有6萬。 影響所及,長洲一間小學收到教育局通知,今年9月將不能開辦少一課程,而教育局亦正研究縮減購門位以減少殺效風險。 教育界人士認為,學童人口下降屬結構性問題,無論合併、重置或縮班殺效都只是應急,部分學校修身困難或與地區因素有關。 現在全香港18個中學校網,36個小學校網,這個設計我個人認為比較細碎。 以前香港的公共交通沒那麼方便,現在是無遠佛界的時候,交通很方便,肯定是湧去一些名校混雜的區裏。 是不是都作為一個需要檢討的餘地呢? 教育界人士又否認下為了補就業,而支持推行小班教學。 我們一直爭取在教育質素上,當師生比例減少的時候,尤其是對這些治理能力還是學習階段的幼稚園和小學教育, 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怎樣加強老師和學生之間的對話、對談、輔導。 隨著人數在個班裏面少,其實很多一些學習上的困難, 或者是小朋友在成長上的需要都可以多幫助。 所以我們覺得小班教學是必須要退行的。 有校長就呼籲,教育局微調每一班的人數,又建議改變小學開班的標準。 但如果我們用一個派位點立即做一個決定,其實對教育學的殺傷力很強。 可不可以將他現在的學校,例如初少三年的,用一個平均值來計算。 因為他可能小二的學生會比較多,小三的學生會比較多。 但總而言之,這個平均數是達至到開班標準,其實他應該可以繼續。 即不是只看小一? 是的,不是只看小一的歌。 林日豐認為是夜要宏觀,長遠應該將教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, 將優質教育走出香港,吸納一帶一路不同國家的學生。 東方記者林浩健報導。 所以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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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